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罗说他的同胞也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当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况 因为他们虽然对神是非常热心的 但是他们的热心却是一种没有真知式的热心 因为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 也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力量 去把神的要求都能够做得很好 所以就觉得说这样他们必定就是义人 特别他们又自诩是神的百姓 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子 还把神的话加添 并且还自以为这样做得很好 结果最后他们就是把耶稣杀了 那所以保罗最后 虽然保罗原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他们甚至于保罗后来 看着这个尸体反 被石头打死 然后他最后自己 也去追杀这一些 信耶稣的这一些门徒们 可是当有一天 他真的认识神了 那他明白了 之后他回过头来看 然后他下了这个结论 他说他的同胞 以色列人是无法得救的 因为他们的热心 并没有在真正认识神的基础上面 他们只是在立自己的义 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罪的 自己所做的已经足够了 那这个是保罗他所下的一个结论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第四节 就讲了这句话 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 那我们藉由一到三节 我们可以了解到 那到底保罗所说的义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义就是无罪 就是义 无罪就是义 而且这个无罪是被认为无罪 不是你真的无罪 是人家不跟你计较了 不把你当成这是一个过犯来看待 不把你放在心上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无罪的状态 是别人不把你当成有罪 不是真的是无罪 所以什么是神的义 就是说神不把你当成你是有罪的 什么是自己的义 你认为自己没有罪 这就是之间的差别 那以色列人就认为说 我自己没有罪 他不晓得在神的面前 他可是罪大恶极 那这个不信 不知道律法的这些外邦人 后来因为信了耶稣了 他们虽然没有拿律法来说 自己是无罪的 但是因为他的信 所以他能够得到神 不看待他的过犯 所以保罗基于这样的基础 他知道了这些事情 他就写了跟罗马地方的 这里的弟兄姐妹这么说了 他在前面跟他们讲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应该有什么样的认知 然后也告诉他们 你们的前车之鉴 就是以色列人 那他们的状态是这样子 那你们该如何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 其实今天对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对我们现在坐在这一边 我们所有的外邦信徒 我们都是外邦信徒 不要忘记了 因为我们这里 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 是留着以色列人的血统 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从亚伯拉罕那一边来的血统 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外邦人 但是我们这个外邦人 却在神的恩典之下 我们得到了神 神所要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 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最宝贵的东西了 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 以色列人 他们原本是得着名分的 那为什么今天他们反而不能够得救 所以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那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这么的 得到这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应许 原本跟我们无关的 这样应许我们今天得着了 那我们看到他们 那我们应该要留意什么呢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把握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 就要来看 那这样子的问题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他们把行律法 他们以为他们做得很好 那却忽略掉了 其实律法真正的本意 真的本意是要让你知道 说你错在哪里 律法真正神所要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 你不知道这个贪图别人的东西是错的 但是当你知道神的律法 历史皆告诉你说 你不可贪心 不可贪念别人的财物 你就知道原来神不喜欢这样子 原来神认为这是不对的 所以你才知道说 我不可如此 但是你知道了不可如此之后 你就做到了吗 事实上通常是没做到 通常是没做到 那这个时候你虽然知道了 可是你就错了 错了就是罪 错了就是罪 所以律法本是教人之罪 但是神把这个献祭的这条路留给你 你可以借由知罪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悔感 来把你这样子的过犯在神的面前 把他掩盖掉 把他掩盖掉 赎罪那个赎 就是把你掩盖掉了 所以罗马书三章的21节才会这样子讲 说但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也就是神为何 为何他能够把你当成你没有罪呢 为什么神能够赋予你说 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的原因 并不是就着律法来讲的 因为如果就着律法就会跟你算账 就会跟你算账 说我说这个不行啊 你怎么这么做呢 就会算账 一算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我们大概每个人 那个地洞 不晓得要钻到哪里去了 但是呢 神却不是这样子 神的本意不要跟你算账 神希望说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这个就在律法之外了 你知道了 然后你愿意跟神承认 我是不对的 求神赦免 那所以神的意在律法之外 能够显明出来 这边说有律法案 先知为证 我们已经查考就是 所谓的律法案先知 就是指着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已经跟我们 证明这一点了 所以 今天这个神的意呢 要借着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在旧约的记载里头呢 我们的这个神的意怎么来 借着你的认罪悔改 线上祭物 然后求神给你赦免而来 但是那个是影子 那个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做法是影子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样子 先坐起来在那边等着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礼物是什么 你的礼物是牛羊啊 你当你犯了错的时候 你要来求神赦免的时候 你所带的礼物是牛羊啊 那你杀了牛羊来赎你的罪 那这个有钱人就放心了 对不对 他有一堆牛羊的 他就放心了 他的这个牧场里头呢 要是有一千头牛呢 他就表示什么 他可以犯一千次的错误 他有一万头牛的时候 他就可以犯一万次的错误 那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那是影子 那是影子 真正的只有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一定要有个人 一定要有个人 一个无罪的人 来替这个罪人死 只有这条路而已 没有别的 这才是公义 所以三章二十二节说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原来那个影子 最后要对照的 最终就是到主耶稣身上去了 在耶稣基督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们就往下看的时候 会发现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这边说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邪 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这个就是答案 为什么主耶稣能够成为 为了我们 而被献上的真正的祭物 这边说 神是神亲自设立的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那这个挽回祭呢 这个翻译 其实是 就着这个句子的本身 让我们很容易可以去了解的 就是说 主耶稣献上的祭物 好像挽回我们跟神的这样的关系 就把它作为挽回祭 其实 这个字的本身 有它一个很基础的意义在了 那个地方 那个基础在哪里 就是在西伯来书九章五节 西伯来书九章五节呢 在那边他描写到 西伯来书的作者在描写到 这个会幕里面的事奉的时候 讲到约柜 那这边 在描述这个约柜的时候 是这样讲说 柜的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 引造者施恩作 我就一定会死 所以后来用什么方法 就是 神叫他躲在那个石头缝的中间 然后神就从那边经过 当经过的时候 摩西就看到什么 看到神的背影 就这样子 来表示神在 所以人不可见神 祭司也是人 所以祭司进去 神说我要在施恩作的地方 跟你见面 那你见了神 那不是 不是就不能活了吗 所以 在这边 我是觉得很有趣的 神说 你要带着香炉进来 那香炉我们很会觉得说 有香炉 那就 有香神会喜悦 就我个人的 理解的角度 我会觉得说 更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神 当你把香炉带进来的时候 不是就是烟 一片烟吗 那在一片烟里面 表示你看不看得见神 你大概看不见嘛 对不对 这很有趣的事情 神说你要来见我 可是人又不能见神 那神就说你带着香炉 香炉带进来的时候 就一片烟 所以你也看不到 神就假装也看不到你 这样子 大家都OK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的神 其实非常有趣 祂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就借着这个样子 这个赎罪祭 这件事情 就等于就可以来成就 让人的罪呢 能够在神的面前被遮掩掉 被遮掩掉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是神不看 我们不要说 神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的罪通通都不算了 通通都不算 不是 是说你的罪在了 神没有给你不算了 只是说神 现在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这一些 那什么时候 你会让神再想起来 原来你有罪 我想我们聪明的弟兄姐妹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你不断的 不断的去刺激神 让神去记得你的罪 那神就会想起来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觉得 在神的面前 你一直都愿意去听神的话 神就不会想起你的罪来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律法所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他要我们不断的 要去 要去记得 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欠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说 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说到 律法本是教人知罪 但是知罪了之后 神提供了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有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当我们看到了 什么是义的时候 也就是说神的义 神把我们当成 我们是没有罪的 什么是义的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是被神 认为你无罪 不是你真的无罪 是神认为你无罪 所以我们解决了 这个什么是义 什么是神的义 什么是自己的义了之后 那我们也知道了 我们也就知道了说 为什么保罗认为以色列人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神的义 要立自己的义 那从刚才这个 施恩座的这一个表达方式 我们又看到在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西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这一边 就把为什么主耶稣 他是那个施恩座 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我们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成为人来到这个世间 所以他也活在这个律法之下 在当时他的时代 他也跟所有的人一样 你要按照律法去做 所以这边说 他也凡事受过试探 跟我们一样 但是主耶稣 跟我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主耶稣没有犯罪 因为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是行权的律法 他是行权的律法 世人没有一个人行权的律法 所以世人在神的面前 都是有罪的 都是有罪的 必须靠着献祭这件事情 才能够让神不看他的罪 唯有主耶稣 他是没有犯罪的 他是没有犯罪 所以他自始至终 自始至终 都是在律法之下 成为一个无罪的人 可是最后 他却因为他遵守神的话 而被杀了 他因为遵守神的话 而被杀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义人 在神面前是无罪的 你就不会死 所以主耶稣又复活了 并且成为我们永远的中保 因为他是无罪的 他复活了 所以他就能够为我们求 如果他还是死了 他如何为我们求 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无罪 即至到他离开这世间之前 他都是无罪的 所以在神面前 他是不会死的 所以他即便肉身死了 他还是复活了 因为他复活了之后 他就为我们求 他能够坐在神的右边来 为我们求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 十六节说 所以我们直观坦然 无具体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说他就是自己 作为那个施恩座 因为他自己是那一个 是那一个没有缺陷的 没有瑕疵的那一个祭物 他不是一个犯罪的人 他是无罪的人 可是他却被杀了 流出血来 所以他自己就成为那个祭物 但是呢 他自己又成为那个祭师 能够把他的血 带到约贵上头的那个施恩座上 把他的血就洒在那个施恩座上 就为我们来祈求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到他的面前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因为他也曾经作为一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清楚 作为一个人是怎么样子的 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 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是因为软弱 而违背了神的话 主耶稣很清楚的 那这时候 我们只要愿意承认 然后愿意悔改 用这样的心来求主耶稣 主耶稣就一定帮助我们 所以在西伯来书二章九节 以下这边就讲 特别十四节说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所以有人问说 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作为人呢 一定要道成肉身呢 因为他为了人 就如同牛羊不能赎人的罪一样 如果今天他不是一个人 也没有道理 他可以来赎我们的罪 但是就因为这样 所以主耶稣他就道成了肉身 所以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 就借着同样与我们同样的 这样的身份 可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十七节说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 看到这句话 有没有觉得很光荣 我们跟耶稣原来是弟兄 他是为我们这个无用的弟兄 来被钉死的 但是也就因为这样 他成为那个大祭司 他又成为那个挽回祭 也就是那个赎罪祭 神就在这个挽回祭 那个施恩座的地方 与我们见面 那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 说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 做了将来美式的大祭司 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账目 而不是人手所造 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哪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 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所以主耶稣一次献上 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 不是说牛羊 你要每一次 每一次的过犯 要在重新的献上 所以借由这样子 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我们应该可以思考到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应该是什么 我们明白说 我们知道了 以色列人 他们的境遇 他们自己的错误的认知 不是一种真知事 以至于把神 已经给他们这个身份 却给遗失掉了 本来是神的百姓 最后却成了杀死耶稣的人 那我们今天 在继续这样一个认知之下 那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能够 是不是能够避免掉 他们的错误 我们是不是能够 保守好我们自己 现在所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就有答案了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以下 一章七节以下 这一边就把刚才 我们所说到的这个 这个律法里面的道理 就讲得很清楚了 一章七节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这我们刚才提到的 但是八节这样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已经被 主耶稣的血所洗尽的人 但是不是这样子之后 你就不会犯罪了 因为我们是人 只要你是人 你就不可能不犯罪 差别只是在于 你是故意的 还是你是无犯的 你是明知故犯 还是你真的就不小心 一时间的软弱 所以八节才提醒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这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不是说好像我们受洗之前有罪 受洗完之后就无罪 他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的 以色列人他们的没有真知识是什么 就是他们说自己无罪 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无罪 反而不知道他们大大的干犯谁 所以这边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反省 简单说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反省 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天我们都可能有很多地方 其实都不合神的心意的 我们要常常去反省 反省了之后你才会知道 原来自己不是无罪的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 这边说那就是自欺 那自欺的话是怎样 真理不在我们里面 当然因为你没有真理 你就不会知道自己做错 你不知道自己做错 你当然就认为自己无罪 但是没有不知者无罪这件事 我们要知道 没有不知者无罪这件事情 罪就是罪 不会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它不成为罪 罗马书的二章这件事情 讲得很清楚 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要有罪就要受到应该有的刑罚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理在我们里面 我们没有自我反省 那我们就是自欺 那自欺的话 那就会走向跟以色列人同样的路 所以这一边就告诉我们 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概念起来 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 其实常常违背神的这个意思 然后当我们承认了之后 九节就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献祭的道理就在这一边 当你认识 你知道你承认 然后你悔改了 你就得赦免 当我们这样做了之后 这个二章一节 二章一节 这边约翰这样讲 他说 我小子们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我们越会反省 你就会犯错的几率 就会越来越小 不是等于零 但是会越来越少 所以常常留意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越来的 去达到能够不犯罪 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如果有人犯罪 这边就讲说 如果我们真的不小心 有过犯了 主耶稣就为我们祈求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 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了 就是作为那个施恩座 神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 向主耶稣祷告 原因就在这边 因为那就是神 与我们见面的地方 那在诗篇里面 有这么讲过 就是讲到 以色列人 一直都不肯 都不肯回转 甚至于在神的 一些奇妙的带领之间 还是不认识神 不信神 所以到最后 惹怒了神 在诗篇95篇 最后11节的地方说 神在怒气当中 就发誓说 我绝不让他们 进入我的安息 这就是一个 不反省 然后不愿去认识神 最后所走到的一个阶段 那希伯来书10章的26节 也告诉我们 不可以故意的去违背神 然后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 对我们一个已经领受到 绝书的救恩的人 这边用一个很严重的词 告诉我们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践踏神的儿子 践踏神的儿子 光看这个字眼 就应该要 要 要 这个 很担心了 那并且呢 又说 这是一个 泄满失恩的圣灵 所以那个 主耶书曾经讲过 主耶书曾经讲过说 你去 亵渎神 亵渎 这个人子 都还可以 得赦免 唯独 亵渎圣灵 是不能赦免的 那我们可能看那个字眼 我们直接就觉得说 所以我 我只要不亵渎圣灵 我不要不对圣灵 口出恶言 就没事了嘛 我们怎么可能会去亵渎圣灵呢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如果我们看这一边 他说如果我们故意犯罪的话 就是怎样 泄满失恩的圣灵 所以我在想 主耶书讲那个 亵渎圣灵 不是说你的嘴巴 亵渎圣灵 是你用你的行为 是你用你的故意犯罪 去亵渎了圣灵 那主耶书已经讲 就只有这个罪 是不蒙赦免的 是不蒙赦免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谈到一些罪 什么死罪 什么是死罪的时候 其实我想 真正的那个死罪 就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按照这一边的经文 就是你去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成平常 就泄满了 食恩的圣灵 六章四节 希伯来书六章四节也提到了说 如果我们已经得到恩典的人 你又再离弃真道 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 最后 我们做一个小结论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为什么 因为基督就是那一个施恩座 那个神要与人见面的地方 要接受人的献祭 要接受人的这个祈求的这个地方 主耶稣就是那个施恩座 而且是永远的这个施恩座 所以才会说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就是 他成为那个施恩座的本身 他又成为洒在施恩座上的那个血 赎罪的血 然后呢 最终就是 他本身也把律法行完全了 所以律法的总结 最后把它完成了 律法被行出来的 就是在基督的身上 我们今天也就因为这样 可以靠着基督 能够得到这个恩典 但是 在十章的一到三节里面 保罗已经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他们 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看了圣经 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结果呢 他们最后 最后还杀了耶稣 所以 最后告诉我们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 常常记得 我们要有反省的生活 我们要有认罪悔改的生活 而且这是靠着 从主耶稣那边 可以得怜悯 而不是 而不是靠着 所谓的立功之法 什么是立功之法呢 我们 有时候信久了 常常都 这个 拿圣功来当恩典 来当功劳 我们信久常都会觉得说 我要多做主功 然后 这个神才会看顾我 这个叫做立功之法 这就叫做立功之法 我们要努力多做主功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要 常常反省 我们要知道 自己在神的面前 我们到底 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做再多的功 我们不懂得 反省自己的时候 那些功都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 罗瓦书第五章 就讲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 不是靠着你做什么事情 而是靠着你在神的面前 你去 表明你自己 你要借着你的反省 在神的面前 把你自己洗洁净 那这个 在 撒摩尔记上的 十五章的时候 曾经 因为这个 扫罗 他 不违背神的话 然后 这个撒摩尔就 责备他 有这样一句话说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 供养的知有 这就是神所要的 所以 最后提醒我们什么呢 我想这个 最后一张头影片 罗马书三章的三十五节 这个保罗当他在 讲完所有我们得救的这个道理之后 他告诉我 我们人的处境 就是在罪中 我们必须要靠着主耶稣 我们的罪才能够 被赦免掉 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受洗之后 不可以仍然在罪中 那这样大的恩典 最终就是要告诉我们 这是来自于主耶稣的爱 那 我们可以 有哪个状况 哪个情况 可以让我们 就 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吗 难道是因为 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苦难吗 难道是因为 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的病痛吗 难道是因为现在 疫情的阻隔 让我们没马来到教会 我们的信心就失落了吗 还是 我们能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深刻的知道 神 已经 给了我们多大的恩典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 流出他的宝血来了 并且我们作为一个 跟亚伯拉罕完全没有血统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外邦人 我们今天 却因为主耶稣 而能够去承受 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 祝福跟应许 你能够感到谨慎 而愿意按照着律法 所要我们做的 我们要按照神的话 圣经的神的话 我们要努力的去做 并且我们也在这当中 常常的警醒 当我们有过犯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愿意在主耶稣 施恩的宝座前 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 求得赦免 最终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里的 因为我们大家 我们都常常持守着 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 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起来唱诗 445首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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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珍裕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匀 李宗盛 联白 ons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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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